这些是2023年 中国网络上最常用的十个网络用词 网络用语 你们能看出来它们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其实我们仔细观察后 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除了两个词语以外 剩下的八个呢 它都是跟表达自己的某种感情 或者表达自己的某种身份相关的 举一些例子 这个X-Men呢 年龄大的一些朋友可能没那么了解 是表达自己对某个事情的喜爱之情 而爱人艺人呢 就是分别表达着比较内向和比较外向的一些性格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呢 为什么网络上最常用的一些词语 80%都是跟表达自己的某种感情或者身份相关的 原因有非常多 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随着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呢 越来越多的人 特别是年轻人群体 还有青少年群体 开始把互联网作为他们表达他们喜怒哀乐的这么一个地方 2019年的一组数据就显示啊 其实在人们感到不悦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有14%的人会跑到网上去诉说自己的不悦 这个数据看起来可能不高 就只有14% 但是呢 其实它是排名第二的倾诉渠道 只排在家人和朋友之后 那么 这些人跑到网上去发表自己的不悦之情 去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 去说这些词语 他们是到哪儿去说呢 其中有两个主要的方式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树洞 这个是啥玩意儿呢 同样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 可能就没那么了解了 树洞呢 就是指在一些博客 一些抖音 包括快手 一些帖子底下面会有一些评论区 会有一个公正讨论的一个空间 这些东西慢慢慢慢 它自然有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大国范 有非常多的人呢 会在底下去评论自己的感受 我这么说 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体验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有个评论区 这些就是在底下的一些抱团取暖嘛 可以说是 为什么人际关系这么难去维持 当然开心的也有 感到开心快乐的 三十岁突然就来了的也有 当然还有没钱的 第二种呢 就是热线 但是这种呢 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患者 包括12355青少年热线 但是其实呢 这两种途径都没有能够做到 创作一个能够发表自己广泛感情的地方 在互联网上面 为什么呢 比如树洞 它就像一个大国范 什么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评论 但是问题是 很多评论都没有人看见 也不会有人获得回复 而热线呢 它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 你一些普通的一些感情 普通的一些想法呢 其实是没办法 跑到热线上去倾诉的 那么碰面这个问题 怎么办呢 合并一下两个的特点 把它两个合在一起 做一个既可以发表自己广泛感情的 但是又能获得一对一回复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创造了新亭屋 目标呢 就是创造一个广泛的分享自己感情的地方 就像今天的主题一样 剧 把这些非常可贵的真实的声音 感情与想法聚在一起 那么 这些人跑到网上来 他们来说了些什么呢 来分享了些什么事情呢 主要呢 有三大类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来分享情感类问题的 小到一些青少年 初恋 早恋 被强行拆散为家长 上到三十多岁 找不到一些对象的困难 情感类问题的这个占比 在网上分享的频率 可谓是遥遥领先 这个可能也代表着在中国社会呢 咱们对于情感类问题的包容性 在一些线下的地方可能不够高 第二类问题是来分享自己的快乐的 分享自己的成就的 比如说升职加薪 考试考得好 或者甚至放假了的也会来 看到这种类型的人来到这里 我就感觉非常奇怪 为什么人感到快乐了 会跑到网上 跟一对陌生人 去分享自己的快乐呢 不应该在线下 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分享才对吗 其实原因也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可悲 就是很多人呢 在现在社会 特别是年轻人 找不到人在线下去分享自己的快乐 他们有非常多的顾虑 在线下分享 所以跑到网上 跟一些陌生人分享 反而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在线下得不到足够的包容 他们的分享甚至可能被认为 是一种炫耀 第三类问题呢 是来寻求激励的 寻求一种动力的 比如说学习学不下去的 跑到网上来寻求激励 或者工作工作不下去的 这一类同样跟第二类 也让我感到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人会跑到网上 去找陌生人 去找寻求激励呢 原因也非常简单 其实跟第二个非常相似 就是他们在线下 在自己的身边 找不到能够给予他们激励的人 在结尾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效应 叫面具效应 我加了很多来访的人的微信 有时候也会偷偷看一下 他们的朋友圈 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经常呢 在朋友圈里面 表现得很阴谋的人 很抑郁的人 其实私下里 可能其实心里非常开心 但是呢 在朋友圈里 很开心的人 私下里心底下 反而感到很阴谋 面具效应呢 这种心理学效应呢 就是指 一个人的演示 会导致一连串的演示 但是反过来呢 一个人的真心 也能换来一连串的真心 我觉得其实一个真诚的声音 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是一个城镇化时代 其实是非常可贵的 希望大家都能成为 自己生活中 那个真实的声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